12月2日 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委会的两位联合主席 参议员莫克利和众议员麦高文 共同宣布启动奥运囚徒项目 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委会 已经要求国际奥委会推迟举办奥运 并重新选择举办地点 但遭到拒绝 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周内 将在推特和Instagram上 分批列出正在被中共当局关押迫害的政治犯及良心犯 首批公布的将是被监禁的记者和公民记者 之后还将包括维吾尔人 西藏人 基督徒 法轮功修炼者 香港人 人权律师等 超过1500个良心犯案例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